入境時候都要接受查驗 而入境處有權拒絕入境 亦都不需要解釋 因為如果不滿意入境處決定的人士 他可以根據入境條例53條 去提出反對 亦都可以提出司法局限 所以法律程序上 入境處的做法完全沒有 根據這個標準 是否以後任何採訪和一些被認同 當時的外面 他們都應該被拒絕 或者你為不受歡迎 我想我們不可以這樣一概而論 但我相信馬海先生 他這次再來 的確想測試一下特區政府的底線 是否他已經成為一個不受歡迎的人物 英文來說就是persona 浪瓜茶 如果特區政府的看法是 這位人士曾經參與過協助一些 鼓吹分裂國家的人提供的平台 亦都不想香港繼續成為別人的戰場 我覺得入境處的決定是合理的 但其實是否真的作為旅客 都不可能 即是不能假設他 這樣 這個問題問得很好的 如果是任何一個人作為旅客 去入香港或者去英國 美國 處理出入境的人員 都可以作一個判斷 這個人來的目的 真的純粹是旅遊 還是有些和他的入境條件不符合的活動 例如打黑工 或者是來宣傳一些破壞特區安寧的活動 可以作一個判斷 因為我都處理過一些個案 是有些人去英國說旅遊 但英國政府入境時 見到他的行李很多剪頭髮的工具 亦都找到很多唐人街的理髮店的地址 那就懷疑 有合理懷疑 他來的目的不是真正旅客 都可以不讓他入境 有沒有其他問題 多謝